年你贬下去 各年进出口统计 其实我要告诉你 你从现在开始 你从现在开始完全不操作都无所谓 因为我全部答案都给你了 听得懂吗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你看我多用心良苦 真的全部都给你那么多张仪表板 我的意思是说 我希望你懂这个里面是不是有一个Date 他是怎么来的 为什么他要来 你看刚刚我们做完各年进口统计 他是不是自动产生了一个Date 自动产生 因为我给他的Date 从2011年1月1号开始 一直到2025年的12月1号 所以你去点这个资料表 去看这里面Date 他很单纯就是1月1号 1月2号 1月3号 1月4号 依此类推 一只总共有5449列 可以吗 反正我只是要告诉你 这有这么一件事就对了 好 那请问一下 这里我是不是就可以去放 放什么 那个 就是进口值 就是该日的进口值是多少 对吧 那要做这件事情 你必须要先产生连结 所谓关联的建立 所以他这边他英文叫做模型 其实就是建立关联 好 点选关联 然后这是我刚刚做出来的各年进出口统计 请放来 请放来这个位置 本来他在右边 他一定会放在第四章一定放在最右边 那所以我曾经看过有人 所以我们实验室 他他就做那个各医院 你知道全台湾大型的有教学医院 还不少耶 对不对 好 他满满的全部都是那些教学医院 然后他是建立他在建立关系 好 那我就觉得这样蛮辛苦的 重点是这个把他拉过来 拉到这个中间 拉到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Date要跟出口的出口日期 对不起 绝对不是他 这个是文字 各位知道什么叫文字吗 例如说2011斜线1斜线1 他有两种的外貌 他有两种的意义 一个是文字 很单纯的就是2011斜线1斜线1 就这样子的文字叙述 他一个是代表日期 对不对 然后可是这套软体又给他的第三种叫做日期阶层 日期阶层跟日期又不一样 日期阶层很单纯就是2011年的1月1号 日期阶层是什么意思 他是2011年第一季1月1号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他两个就是不一样的意思 可以吗 好 所以你要大概知道日期跟日期阶层是不一样的概念 就可以了 那我们来去看一下 在这里 在这里是不是可以看到 出口是不是有出口日期2 这个一定就是可以跟他对应的 请问一下 如果你去拿 就是你你是假设你是这个业务承办人员 你有没有可能拿到各家公司 该日的进口出口金额的资料 有可能吗 所以这个这个日期他是会重复 他是会重复的 但是这个各年进出口统计的这个日期是不会重复的 可以吗 只是因为我现在 我现在等一下要请你们特别知道一下 为什么会是这样子 为什么这边会重复呢 举例来说好了 各国家 同样的有进口日期 是不是就会出口日期 是不是就会重复发生 例如说 你不能规定说 2011年1月 只有中国大陆可以出口 那就不能出口到日本 就不能不能出口到南韩 不能这样子规定 对不对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关联很简单 关联就两个动作 好我现在做给你看 但是那个观念 我要讲10分钟 所以我刚已经讲完几个很重要的重点了 这个叫一对多 所以你可以从这个出口日期二 拖曳到 Date 可不可以从Date 拖曳到出口日期二 可以 你高兴就好了 放开 就做完了 拖曳 你看这边是不是一 这边是不是星字号 然后你有没有看到一个方向 方向 方向有看到 这都是很重要的重点 它的方向为什么是从一化到多 我们讲这样子的一个关系 一定是讲一对多 知道吗 那相对的这个Date 是不是也要拖曳到这个进口日期二 放开 你要做当然这两边都要做了 对吧 好 请问你进口 有没有可能中华民国 我们那个像中 像那个南韩进口 像日本进口 像美国进口 对不对 同一天 有可能 所以这边一对多 我想应该没有问题 好 请问以上这个关联 关联 有同学会询问说 老师这到底在关联什么 这边是什么东西 然后这个又是什么东西 我就跟他讲说 你要看关联 你要游标落在这条线 随便一个地方 有看到吗 所以有没有Date 它是灰色的 代表代表什么 有选到 代表说是Date对应 而关联到出口日期二 可以吗 要这样看 你这样子的话 你是没办法说谁对应到 谁关联到谁 你只能说 各年统计资料表里面 有关联到出口资料表 对吧 你只能这样子讲 可是这样讲是不精确的 要讲 还要讲说 哪一个栏位对应到 另外一张资料表的哪一个栏位 所以游标要落在这个地方 最后同学可能会问的就是 啊 他不小心手残 就是 放在那个进口日期 而不是进口日期二 这时候怎么办呢 我刚刚好像就放错了 因为这个进口日期二不是日期 应该是日期了 不晓得为什么他这边少了这个图示 这个Date这个图示 可是刚刚好像没有看到啊 有听懂吗 发生什么事 我不晓得 刚刚我真的真的有看到 我才知道说 我应该要脱一道是进口日期二 不是进口日期 对不对 好吧 我只是要告诉你说 那个图示是很重要的 还有一个同学会问的 就是老师怎么做删除关联 花鼠右键删除 可以吗 所以所有关联该交的我都交完了 关联因为很简单 可是观念你听懂比较重要 好 请你点选这个模型 好 好 优优独播 inch 预想 low